我的油甘汁已经快喝完咯 但我已经找到了可以让我取经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蜜番是什么 为什么你的油甘汁这么好喝 你没有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吗 是真的哦 油甘果里面的盒 其实你把它剖开以后 你会发现盒里面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这是事实 那实际上油甘汁它在主要的原料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油甘果 那我们有自己两千多亩的油甘种植基地 那果子采收是需要在七八百名高山的地方 经过非常好的这个光合作用 所以它阳光照射一定要充足 油甘果的水分啊 然后它的酸涩口感的平坑感是最好的 刚才是这个训练过油甘汁这个果的油甘 那姐姐这个油甘要怎么挑起来啊 有听过一句话吗 人不可貌相 挑选油甘果跟挑人是一样的 油甘果重要的是在它骨舍跟回甘的那个瞬间 不用看说它是要这种非常漂亮 然后非常光滑的这种 你觉得这个油甘才好吃 实际上没有的 实际上油甘果是要这种 就是它有一点点黄皮在上面的 对然后这种油甘果呢 其实它的回甘性是非常强烈的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 吃吃看 特别特别色 一开始是色 然后是腐 我们讲一秒酸脆 三秒辐射 五秒它就回甘了 标准的比例一定需要标准的重量 把它放进去之后 用标准比例的水 什么都没有添加 就只放油甘果的水 就可以了 它就是刚刚咬下去的那股味道 扑面而来 因为一般来说 大家在调试饮品 很多特别在意的是饮品的记忆点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更讲究的是饮料的平衡点 就是你像油甘果本身的特性 非常的明显 它是又苦又涩又酸的 那我们其实会放一些些偏咸口的这种感觉 让它去综合油甘果的苦涩感 为什么就是你们一开始 就是以分享的形式 先给游客们品尝呢 我觉得台湾夜市有一种人文气息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台湾的夜市这种形态 因为它有烟火气息 然后每一个摊位主呢 其实对于自己的东西是非常认可的 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 它一般在台湾的市集很少会是待在那个地方 我等着客人主动送上门来 对 那当初我们在市集上面会用 试喝的这种小杯子 试喝的形式 也是更多的是出于分享的心态 你像我在厦门都七年多了 油甘果真的是让我觉得 嗯 它除了是有小时候的记忆 其实它也在勉励自己 因为创业其实它是有祈福的嘛 那你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肯定会有很多挑战嘛 那我觉得它就跟油甘的苦涩是一样的 对 你能够忍得住那个苦涩 你一定能够品尝到后面的悔甘 那对我们成功 好 哪一个 加油 可以哦 每天都可以 可以哦 可以哦 好的